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是知名眼镜公司创办人的林黄志 他用创业打拼的精神全心投入宣扬素食 听听他如何用自身的经验来唤醒大家珍惜健康 大家一定吃过杯子蛋糕 但是有吃过西瓜造型的吗 这次王美基老师带来的可爱造型 势必融化你的心 人家说退而不休 而退休之后的林黄志反而变得更加忙碌了 从眼镜公司转而开餐厅 他想要让美味的蔬食料理 能够让一般人的接受度提高 这位透过空中广播跟大家交朋友 大力推广蔬食有多棒的 正是林黄志 70多岁的他身体硬朗脑筋灵活 问他的养生之道 他暗示吃素 我身上吃素的二十几年了 我深刻感受到对健康非常好 非常有帮助 尤其是我年纪已经70多岁了 没有酸高 其实林黄志之前也曾受过肝炎所苦 因为吃素改善了健康 他用当初打造眼镜行龙头的精神 再次扛起更艰巨的使命 退休后他开启了素食餐厅 用最直接的方式推广蔬食 而且做的还是精致的日本料理 我说素食有剩一片 一般人就很惊讶 事实上它是举肉去做的 它有三种材料 三种材质 第一个就是加红萝卜 其次就加黑芝麻 另外一种就是白色的这三种 另外善用当令的水果来入菜 也是林黄志爱护本土的一大坚持 水蜜桃结实之后 就是甜生鸡烧 那这个甜生鸡烧 一直可以做到差不多二月份 过晚年就二三月份 二三月结的就是木瓜 木瓜之后就是水梨 露梨 就开始做出来了 每个月农历的初一十五 林黄志的素食日本料理餐厅 总是特别的忙碌 就在中午十二点 它固定免费发放一百份便当 透过这样子的发心结缘 就能和更多人宣扬 吃素有多好 你几点来 我七点五十 九年才来这里还要一年 你感觉他们的菜是怎样 就是好点才那么久 早前两点再来 你用什么东西这么多 有两罐特别 今年过来才是第十次吧 在冬天有一位老太婆 她的年纪应该大概七八十岁 在我们签收的门口这样徘徊 我说你肚子要是吗 她就哭了 后来我就把她请进去 请她吃饭 从那时候开始 林黄志开始发心 每个月发放两次的素食便当 十多年来从来不间断 就是觉得说这个社会 还是需要很多人 这样做这些义工 我从小就很喜欢帮助人家 因为我的年纪是退休了 我在家里没有事 然后就只愿来帮忙 一个月才两次而已 出一十五 我们要拿几个年纪 吃什么好吃 好吃啦 好吃好吃 好吃才有人会退 人生七十才开始 林黄志想做的事很多 他也常常号召餐厅员工 到处做义工 问他结缘便当 放到什么时候 他斩钉截铁这样说 我一定会继续做下去 林黄志因为吃素还有运动 重新找回了健康 所以他非常迫不及待地 想跟大家分享舒适的好 他不只开餐厅 在主持广播的时候 也跟大家聊舒适 聊健康 主持广播有五十多年的林黄志 已经拥有广大听众 每天两小时的广播里 都希望分享更多舒适养生之道 各位我们都知道 经济的研究真面 吃素食的人 比较多 吃素食的人比较健康 所以许多在这里 鼓励大家 吃素食 吃素食 減少杀生 吃素食 爱修祖基 也爱修地球 最主要还是透过我个人的广播 我节目一开始就是一个佛心庙里 佛心庙里 然后节目的中间有一个单元 叫做养生 这是养生保健的单元 到节目最后结尾呢 有一个世间世 所谓世间世就是赛感数 就是讲故事 讲故事给听众听 因为如素所以知道无肉最好 因为如素所以知道更多的蔬果 对健康有多重要 因为鱼肉吃太多 事实上对健康没有帮助 尤其是山高 高血压 高血糖 高血脂 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 二三十岁年轻人 高血压很多类 人类应该索取天然自然的食物 来维持你的体力 那当然就是吃素 想要健康瓦巴里 就要有更多人一起加入吃素的行列 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开始吃素 林黄志更高兴看到老顾客 纷纷呼喉引颁 一起走进餐厅 迈向开始吃素的第一步 因为我们是吃素食 就想要小孩子吃素食 所以说到处就是去尝所有的素食 其实我们本身就吃素 小朋友也都是胎里素 跟着我们一起吃 从空中广播到素食餐厅 林黄志把他的理想一一化为行动 用力呼吁更多素食者 一起告诉更多的朋友 吃素有多棒 这样的理想确实成功了 集中人的力量推动素食 相信未来大家会更健康 地球也会更好 小巧可爱的杯子蛋糕 让人多吃几个都不会有罪恶感 那如果有非常可爱的造型 真的是让人爱不释手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王美极老师 怎么帮杯子蛋糕换上新衣裳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美极老师 今天来做杯子蛋糕 这不是一款普通的杯子蛋糕哦 是西瓜造型的杯子蛋糕 它里面有西瓜果肉是红色的 外皮呢有绿白胶件的西瓜皮 里面还有很巧妙的蓝莓丁 作为西瓜的种子 该怎么制作这么神奇的杯子蛋糕呢 一起跟着老师学学看吧 首先我们来制作面糊的部分 加入10克西砂糖 用打蛋剂搅拌均匀 加入豆浆 盐 三草精 最后加入沙拉油拌匀即可 把面粉夹进来搅拌均匀 将拌好的面糊分成三份 50克的原味面糊 50克加入质子绿 六维的拌匀 另外的100克加入红麴粉拌匀 大致搅拌均匀就好 静置一会儿就会溶解开来 不要过度搅拌 我们来制作蛋白霜的部分 将蛋白倒入钢盆当中 先用打蛋器打出大略的粗泡 然后再加入另外三分之一的西砂糖 好 这样就干净发泡 将蛋白霜分成33 33 85 3分 好 我们来混拌我们的面糊 那会有三个颜色 我们先从红色的部分混拌一起 混拌之前呢 先把这个刚刚没有混匀的颜色 再把它拌一拌 先拌匀 拌匀之后呢 挖跟它等量比较大的 这一份蛋白霜的三分之一出来 然后先跟面糊混在一起 好 混合好之后呢 将这份面糊呢 倒回去蛋白霜当中 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用切拌的方式 先切 然后翻转 再切 再翻转 这样子才不会让你的蛋白霜快速的消泡 用同样的方式把原味面糊跟绿色面糊 也拌合在一起 这样就得到三份不同颜色的面糊 准备好杯子蛋糕的纸杯 用小汤匙挖入红色面糊 大约到达杯子的一半即可 撒入几颗小蓝莓丁 再抹上一层原味面糊 再抹上一层绿色面糊 至模具的八分满即可 放入已经预热好120度的烤箱当中 烘烤30分钟 再调温至130度烘烤15分钟 再调温到140度烘烤15分钟 关火焖5分钟即可出炉 杯子蛋糕烤好了 家里面有没有充满了烘焙的香气呢 它的形状非常的漂亮 只要你控制好烤温 你的形状跟颜色 就会维持得特别特别的好 那下午茶来一颗 这样的造型小甜点 应该会拥有美好的一天吧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推广素食真的不是一个人的事 你看70多岁的阿公 他都退而不休用力推素 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做些什么事情 为我们的素食生活努力呢 苏果生活质告诉您 苏食大小事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